今天是一期开箱视频 是的 好久没给大家拍开箱了 这两天刚好降温了 所以就给小娜子买了一些换季的衣服 针子外套 它这个颜色我感觉搭配的挺好看的 这个扣子也很好看 厚度也可以 适合这个现在秋天穿是吧 对 这个也是一个外套 是一个灰色的也是针织衫的 这一件好大呀 跟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吧 对啊 这个比较修型一点是吧 对 不过这个灰色也挺好看的 厚度的话比这一件厚一些 最后又说裤子 对这个娜姐自己选的 哇这个颜色感觉好丑啊娜姐 不喜欢这个颜色 也是这种大版的 对家常的 这个是喇叭裤吗 这个裤甲好大 属于直筒裤吧 对 这个要上升式 娜姐买大了 这裤子直往下掉 买了什么码呀 M码 M码都大了 嗯 哇 拖低了 不行不行要换一件 换一件S吧 再试一下这两个外套 看怎么样 拿一个好看一点 两个截然不同的风格 这个外套从后面看 感觉还蛮好看的 这样给我看看 哎这个外套好看 配这个裤子感觉还不错 我们眼光真好 真的吗 嗯 我也觉得 你喜欢不 喜欢 那再试一下这个 娜姐为了配这个小香风的外套 还特地戴了一个衬衣 从后背看感觉有点壮 娜姐 不会不开心吧 因为本身就肩宽了 这个不好看 这个真不好看 他穿的好紧 感觉小了是吧 对 因为还是不要把他洗的好壮 其实还好 也不是特别壮 可能还是不适合你 对 那就留这个灰色的外套 这个裤子跟那个上衣就退掉 好吧 好的 我觉得以后给你买衣服啊 就买这种休闲的 不要买这种什么小香风啊 这种衣服了 感觉不适合你是吧 对 洗的好壮 这个这个看着挺大的 但是穿的挺显瘦了哦 对 你看看 真的还挺好看的 对